纳曲下雪了 我们去吃饭 大家看一下 现在应该十万零下 几十十度吧 我们现在找个车去吃饭 纳曲上面也很好吃 三下 打不到车只能走过去了 今天雪下的还挺大的 上面 土豆 鸡蛋 甜茶 给大家看一下那去的炉子有多长 从这 从那 全部都是炉子 一整个房间都被炉子给包围了 特别暖和 都不需要暖气 看看这个藏面好香好香 来西藏一定要吃这个 还有这个土豆 是我最最爱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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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我跟大家说啊 纳曲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晚上七点钟 还在下雪 现在呢我准备去看望一下我一个帅弟弟 他还开了一个餐馆 然后呢 顺便去品尝一下美食 大家浅显期待一下 我这个身体真的超级酸 看一下纳曲 然后冲草市场是这里嘛 然后呢 弟弟的店是这个 灶神厨房 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是不是他们家的厨师 没有 我去了 小心一点 不会怕的好 在这做吧 又是一个很长的火驴 又是一个很长的火驴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帅弟弟 然后弟弟说他要给我亲手做 然后这边有好多小帅哥 亲自下厨 亲自下厨 他在给朋友倒茶 帅吧 我们两个在这喝茶 弟弟亲自下厨 我就在这等于他的美食的到来 哎 先喝个奶茶 他们这个奶茶真的学了 猫牛奶 你煮的 好喝 这是干锅牛肉吗 干锅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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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奶茶 这个是 这个叫啥 一下给忘记了 吃完饭都已经天黑了 然后弟弟比较腼腆 都不敢露脸 哈啾 能感受到我们这边的冷吗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